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豆子呢 水呢 来 豆子已经给你泡放好了 哇 水 完美 给你弄个盆子放在里接着 好 学养老师太细心了 马基亚来 我们来试一下 看这墨子能不能撞 来 哇 这可是正经八百的石墨呀 来 敲敲它的声音给大家听听 天然的石头打造的 我们来感受一下 过去劳动人民是怎么磨豆浆的 墨子没有问题 哎呀 还挺沉的 那接下来 我们第一步 先放豆子 这是泡发好的黄豆 把泡发好的黄豆倒进去 先一时针转动 让豆子充分进入墨底 然后再顺时针推动 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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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之后 加入水 接着转 大家快看 哇 豆浆出来了 一层一层的往下滑呢 嘿 原来这只豆浆可以这么简单 我推 要我推 要我推 推 推 在推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要反复的逆时针转动几下 然后再顺时针转动 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豆子被充分的粘磨开 哇 嘿 我感觉这一勺豆子养磨完了 接下来我们再放第二勺 豆浆就可以流出来了 首先 逆时针转动 好了 豆子已经完全进入墨底 然后再顺时针转动 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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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河 香冬流啊 天上的星星 赞美头啊 嘿 嘿 嘿 赞美头啊 忘了加水呢 赶紧的 白白的豆浆往外流哦 加油 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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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 二 三 哇 我的豆浆一层一层的往外流 马上就磨好了 哎呀 我的手啊 都不是自己了 好酸啊 不过我这一大盆豆浆磨好了 你们看 白白的 接下来我就把它拿到火上去煮一煮 一会儿就可以喝豆浆咯 哇 我的豆浆煮好了 但是我很纳闷 这里面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 你们有人知道吗 铅脏 铅脏不是豆腐皮吗 哇哦 这个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豆油皮 不知道 我先尝一尝 来 捞出来 哎呦 感觉好烫啊 上勺子吃啊 老师 来 咬在嘴里软和和的 嗯 口感吧 还真有点像千张呢 但是这白白的什么味都没有呀 接下来我们开始放糖 来 白砂糖 搞起来 哇 倒入豆浆 哇 豆浆好白呀 已经搅拌好了 我们来尝一尝 嗯 喝在嘴里啊 这么粉粉的 但是呢 味啊 特别的纯正 嗯 跟外面的豆浆相比的话 我觉得还是自己磨的豆浆 口感会比较好 特别的醇厚 嗯 感觉特别天然 哎 看 这甜的度啊 你可以自己把控 如果你喜欢喝甜点的 可以多放点糖 如果你喜欢喝淡一点的呢 就可以少放一点 啊 豆浆啊 它具有滋阴润燥 生津子渴 去含暖味的功效 所以呢 冬天 豆浆和它最配哦 那接下来 我还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就是喝一杯 咸的豆浆 是什么感觉的 首先 我们倒上盐 天哪 我这盐 是不是放的有点多呀 来试一试 已经搅拌好了 嗯 好咸呐 啊 好咸呀 有一股咸鱼的味道 哈哈哈哈 来 吃一下这豆浆皮子 嗯 嗯 太咸了 咸的没办法 吞下去 这咸的豆浆皮子 好像是家里冬天 煮火锅的那个 豆腐泡一样的口感 可是吧 今天有点瘦 这盐啊 放的着实多了点 来喝点甜的 总喝一下 嗯 哎 看来呀 豆浆还是要喝甜的 嗯 好热呀 感觉浑身都发汗了 嗯 哎 喝下了 太爽了 好了 那我们本期的 石墨墨豆浆 记得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果然是自己动手 磨的豆浆 好喝 喜欢的朋友们 留的关注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太让我脱衣服了 嘿嘿嘿